这些水果中的营养剩品 孕妇 产妇 孩子居然都不能乱吃衣 荔枝 孕妇慎用 产妇可以食用 饮食和食粮食用 这是糖含量比较高的水果 而且性热 很容易导致食用后的上火症状 还会因高糖形成剧胎的 另外还会加剧孕期血糖的增高 容易引起分娩中妇女的合并症 2.桃粉 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可以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桃子在水果中算是比较温和的水果了 如果适量的食用 不但可以提高自身和胎儿的身体体秘密力 还能提高胎儿的智力 保护胎儿的势力疗性发育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后面紧实的孕妇和糖尿病患者 都要尊医主 谨慎服用 3.西瓜 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慎重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作为利料的水果之一 西瓜的适用人群也很广泛 尤其是孕早期有孕兔状态的人 适用西瓜更能有效的帮助其指兔 不过西瓜不想桃子内让性情温和 西瓜属于含性食物 所以准妈妈还是要控制食用的数量 避免大量的摄入 防止刺激脾胃 4.山竹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可以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山竹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口味 但它富含的寒干 瘟生素壁和膳食纤维 却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 同时还具有败活的功效 所以山竹的可食用人群还是狠狠多的 但作为糖尿病患者和体质偏寒的孕妇 还是建议要少食用 甚至是不食用 5.芒果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可以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芒果对于孕期早兔 口运 血压偏高 都有一定的海解作用 但过女性体质的人不要食用 另外 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是 芒果还有食毒 不管都喜欢吃 都不要多食 就算不是孕妇 且拥有健康的体质 也一样 要少量的食用才好 6.葡萄 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可以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葡萄的功效和作用 也是其他水果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 葡萄在水果中 有水果奶都美与 故此 葡萄的食用没有更多的限制 即便是其他水果不能食用的人 也可以适量的食用葡萄 7.榴莲 榴莲可以算上水果中的补品了 但由于他富含热量 而会让食用他的人产生生活的反应 所以 吃可以 但绝对不要没有节制的多吃 另外 她妇产后有小长加年情况的女性 建议一口都不要吃 吧 火龙果孕妇可以食用 产妇可以食用 婴儿可以食用 火龙果比较其他的水果 可能更环保 因为他的种植从根本上杜绝老化肥等的伤害 另外 他的鲜维素还会对人体肠胃的清理 起到必要作用 且有美颜的作用 孕妇和产妇都可以食用 但小婴儿在食用时要小心 投资食用一定量少 而且 父母要对其进行观察 因为 火龙果可能造成小宝宝的过敏 除了以上的常用水果以外 还有一些水果的身体有好处 同时也适合孕妇 产妇和婴儿的食用 樱桃 香瓜 香蕉 哈蜜花 米红桃 米 无花果 红枣 苹果 椰子 灯笼 红毛丹 黑莓 薄皮 胆莓 养 莓 人生果 双枣 西洋梨 以下水果的食用时则需要谨慎 最好的孕期 产后都不要食用 婴儿在食用时也需要 甚至又是 杏 山楂 桂圆 波罗 木瓜 血莲果 盘桃 烟雾 发生 活手指 腹盆子 甘蔗 橄榄 橘橘 百合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